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鴻安 蔡碧如這兩位女士 在繳承智建的時候 繳得吹起都軟了 現在他自己遇到這種事情 他要怎麼來面對 他要怎麼來處理 他說他不明白為什麼 德明科大寫的新聞稿 比寫給他的字數還要多 他不明白原因跟道理是什麼 他要進行申訴 請問一下這個申訴慢慢長路走下去 搞不好他立法委員不分區都做完了 申訴都還不一定有答案 好他現在決定要以拖待變 在美國也很關心臺灣的 翁達瑞教授覺得蠻有意思的 他在美國的大學任教的 他說這次選舉以來幾次有關於 碩士論文的認定 他對台大失望 他對逢甲失望 但是他現在對德明科大 非常的尊敬 但是由於這個德明科大的判決 不符合民眾黨的需求 現在包括甚至連國民黨都聯手說 這個有沒有政治力介入的可能性 一定要特別的來注意 有沒有標準 是不是可以一致 大家一起來好好的檢視一番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帶您來關心的是 有關於沒有當兵的蔣萬安 大家在爭論誰是什麼派的時候 他就說我就是愛台灣派 講得好像很熱血澎湃 我就覺得說那你是愛台灣派 為什麼你不去當兵 於是就有人告訴我說 他不是不當兵 他是因為追尖盤突出 沒有辦法當兵 今天他最近又陸陸續續告訴大家 他運動神機超級好的 他體育超級棒的 不要說深蹲現在鬥牛三對三 這麼激烈的活動 他都打到嚇嚇叫 他甚至告訴我們說 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還可以跟白人跟同學來打鬥牛三對三 這麼激烈的運動 他的追尖盤受得了嗎 等一下我們要請專業醫師來告訴大家 如果是真的追尖盤突出 他做了這件運動之後 會發生什麼樣的一個運動傷害呢 怎麼看一個好溜溜 但是卻無法當兵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等一下我們也要來好好的檢驗一下 好的先來介紹與會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這個民進黨 先北市議員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後介紹的是政治系的教授 范思平老師 貴賓平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黃創下 貴賓平好 大家好 來介紹的是國民黨的 桃園市議員黃敬平 貴賓平大平安 我們要介紹的是政治評論員 吳朗東 貴賓平好 大家好 來介紹的是財經系的助理教授 許維智 貴賓平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論文 就是會出現回力標 民眾黨現在高宏安 中標不講話 他不說話就是不說話 再來一個中標的 蔡壁如說的話 你敢聽下去 我們來看VCR 非常地有信心 昨天收到這樣子的一個 電子郵件 我是非常地錯愕 通路心情喜 賽文轉為民眾黨立委 蔡壁如的碩士論文 遭德民財經科大 認定違反學術倫理 涉嫌抄襲 要撤銷碩士學位 個人撰寫論文的目的呢 並不是為了洗學歷 我很想要知道自己的論文 究竟是哪裡違反的 學術倫理 蔡壁如臉色沉重 為自己喊冤 對比兩個月前 痛罵林志堅毫不客氣 如今回力標 打中自己 林志堅如果願意出來 面對過去自己患下的錯誤 他要做的不只是退選 而是要向社會大眾道歉 我的論文有瑕疵 不能夠被接受 那我也不會迴避 願意護起政治責任 如果真的 我們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願意辭掉立法院 要不要辭立委 還要再等等 但看看蔡壁如的論文 在民意代表社群網站 市政議題關注度探討 兩葉劃黃線的地方 都跟2001年行政院演考會 關於網路傳播的研究 內容一模一樣 另外蔡壁如的論文 跟民進黨議員 簡書培臉書 一篇文章 除了hashtag之外 幾乎通篇 布置貼上 甚至抄了好醫師新聞網 維基百科 中央社等等 被諷刺是論文界的 否跳牆 把我的文章 逐字照燈的時候 就必須要引用 應該立即向我本人道歉 這也是包含了議員的臉書 我也不曉得 我要跟他道歉或是怎麼樣 要藉這樣的事情 來打擊台灣民眾黨 影響全期 則大可不必 抄襲政據擺在眼前 蔡壁如 喊出願負起政治責任 網友敲碗 要他派點辭 因為依照民眾黨 不分區立委排序 接棒的會是青光集團的公主 吳欣寧 蔡壁如的國會之路 是否畫下句點 外界等著看 現在真的是藍白手牽手 蔡壁如的論文被撤銷之後 現在已經有國民黨的人說 這個學校有沒有政治力介入 要來了解一下 講到台大你們就相信台大 相信台大絕對不會有政治力介入 現在是看得民科大比較沒問題 為什麼開始懷疑得民科大 是否有政治力介入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問的 第二個我們來調一點書帶 因為這個蔡壁如說 都不說清楚 幾個而已 三百幾個說我的論文是糟 他不服 他要申訴 但是這個學校是這樣 一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 處理規定的第四條 請來了資訊學院的院長 召集校內外學者 以及法律專家 總共七個人 來組成學生違反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 開始進行審理 不是只有一次而已 是開四次會來進行審理 校內校外法律專家全部七個人 確定說有違反學術倫理 建議撤銷他的碩士學位 十三號校務會議審議過關 撤銷之 那麼其中呢 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寫過的論文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們第二章就是 第一章就是你的動機 為什麼呢 生活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研究的時候遇到什麼問題 這是我的 研究這個論文 這個主題的動機 第一個把動機寫清楚 第二個你要寫的就是文獻 那文獻的部分 當然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這抄這抄 因為你這個一個理論的行程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重點就是研究結果 結論跟建議 你如果是自己生 你就不可能會抄 結果呢 為什麼 德明科大認為說 抄的 因為最重要的研究結果 還有這個第五章的 結論建議 高度需要原創性的內容 居然有好多地方是抄的啊 連研究結果 連結論跟建議 你也能抄 你說你不服氣 你不讓為什麼你的論文 被設定是抄襲 有這麼不明白 不了解嗎 十一項沒有引用員出處的檢舉裡面 九項就是這個論文最重要的 研究結果跟結論跟建議 十一項檢舉 九項就是用抄的 也沒有適當的引註 為什麼他堂堂一個 不分區立法委員 他會說他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說他是抄的 我覺得這個蔡壁如 他應該之所進退 就是應該在今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正式宣佈持續不分區立委嘛 就這麼簡單嘛 負起什麼政治責任 你不分區立委 負起政治責任 就是辭掉不分區立委啊 我坦白說 你由後面的去地補 為什麼 你不分區立委 是民眾黨的門面耶 那我請問大家 當時林志堅 如果照蔡壁如的標準 那他也不用退選啊 那他可以繼續從事 他的這個政治工作啊 當時林志堅 這個面對這樣的一個風波 他到最後毅然決然 他退選桃園市長 這個衝擊對他是非常的大 他負起很大的一個政治責任耶 那我請問 當時你用用非常尖酸 刻薄的話 去指責這個林志堅 請問現在民眾黨 包括高宏安 自己本身也有所謂的 論文抄襲的問題 包括蔡壁如 我提醒大家 蔡壁如是已經被正式撤銷學位 不是說什麼 我還請你來說明 這中間過程 還有什麼轉環餘地 沒有 開會的結果 現在就是正式發聲明 就是說 我撤銷你的學位 那我請問 你還要救濟什麼 你例如說 你假設後續你要說什麼 我要申訴 我要這個 這個假處分都好啦 你要去走你的程序 那是你家的事情 但是你的學位就是正式被撤銷 那請問這樣子 你不用負責任嗎 你說 我等到救濟程序完成之後 如果怎麼樣我再來遲 那當初 這次立委已經做完了 對啊 不好意思 立委任期沒剩多久 所以不要再這種 以託代變 坦白講看不下去 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當時林志堅事件的時候 你看民眾黨 是怎麼樣標準在罵人 我都不用用其他人的話 去回你蔡壁如 就用過去的蔡壁如 回你現在的蔡壁如就好了 來 當時他臉書發說 這麼多人為一個明顯抄襲的人護航 這個國家有問題 我照樣照句 這麼多民眾黨的人為一個 不是還不是明顯抄襲 是已經學位被撤銷的人護航 這個民眾黨一定有問題 不是嗎 來我們再看 再譬如說 難道我們的社會要鼓勵硬拗 今天你看看那個記者會 硬拗成什麼樣子 難道我們要鼓勵社會硬拗 逃避 永不認錯的風氣嗎 這句話我都用蔡壁如 叫他吃回去 吃回去 第二個 你看 他說我不是林志堅 不會說自己一切都是原創等等 他說 站在巨人肩膀上借見前人的智慧 從而行述自己研究觀點與角度 叫做文獻檢驗嗎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這句話用得很好 你今天是不是也從巨人肩膀上掉下來 來我們再看一下 柯文哲民眾黨黨主席 當時這麼講 我非常清楚 不是只有林志堅一個 是一狗票 整個案子到現在為止 我的形容就是 太醜陋了 不能看的 他一狗票裡面 就有一個他的蔡壁如 一狗票不只蔡壁如 還有一個這個 我實在是篇幅太長 我們再看一下 當時林志堅 人家第一時間出來 用各種方法 他總是要把這個事情 原委說清楚 結果後來他都已經 他都已經退選了 然後當然退選之後 民進黨當然要推另外一個人出來 結果說什麼 換掉一個抄襲的 再換一個挺抄襲的 我現在就要看蔡壁如 你辭職之後 民眾黨推誰出來 他剛好被辭職 假設啦 假設他如果還有一點 一點蔡壁如講的這些話 蔡壁如他現在是 領國家不分區立委的薪水 做他民眾黨 當然啊 當然 反共適合民眾黨用 沒有錯 他為什麼被辭職 沒有 這種佔盡便宜好處的事 這種事情沒有 他用他自己過去的標準 去檢驗林志堅 我今天就用他自己過去的標準 來檢驗你蔡壁如 反正你們台灣年輕人一樣 很愛我啊 我覺得不見得 我覺得年輕人對這個事情會 會非常的敏感 因為年輕人 現在很多人都是高知識的 這個年輕人 大家寫論文寫 碩士博士論文過程中 其實都很知道這些妹妹 來 我們再看 陳時中挺黨內同事 不看是非 換三個字就好了 柯文哲 黃珊珊 高鴻安 隨便你換 高鴻安挺黨內同事 不看是非 柯文哲挺黨內同事 不看是非 黃珊珊挺黨內同事 不看是非 通通都合 我們再不用講 這個高鴻安 高鴻安 自己被人家 這個支撤會說 你八九成 侵犯他的智慧財產權 他竟然講說什麼 誠實是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求 身為台大校友 對於林志堅論文抄襲 深感痛心 我坦白講 深感痛心這個還好 我倒覺得這還好 但是 接下來 現在 現在新竹市民 只要看到政治人物 都會開玩笑的詢問 高鴻安 你的論文有沒有問題 高鴻安不是放在這裡的吧 這個叫做英語成稱 英語成稱 他本來是要開吧 人家就是這樣 好 我們再看 現在我高鴻安 這個 現在我高鴻安 今天從小到大 北一女台大不說 我們師大也是綁手進去 台大是學術成績第一名畢業 我們今天不是像什麼 中華大學夜間部 才要去做台大碩士灌水 我請問大家 你過去這樣批評人家 那請問今天民眾黨的 這個滾滾豬公們 請問你們今天如何去回應 蔡壁如已經成為 撤銷這個學術論文 已經被撤銷這樣的一個定局 我坦白講這個雙標實在太過嚴重了 好 最新的回應 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柯文哲他本來說 訊息不再說 所以沒辦法評論 現在講了 他說他相信 沒有主觀抄襲的意圖 所以他相信蔡壁如 這是民眾黨的 這個黨主席說的 相信沒有主觀抄襲的意圖 那客觀上又有超級的事實嗎 這麼要請教他 黃三三比較聰明 現在要選舉 他說尊重學校體制 換句話說 他並沒有蝦挺蔡壁如 在政治的部分 蔡壁如當然也想把這個 煙插銷位給拔起來 蔡壁如他說 不能認同被撤 所以要救濟身負 他剛才說了 然後他馬上政治面 他這樣講的 有心人是不用浪費資源在我身上 想以此打擊民眾黨大可不必 我的論文跟其他候選人沒有關係 希望學術不要被台灣的政治干預 也就扯到政治了 他說沒有迴避約負起政治責任 不會眷戀 所以他說如果真的有問題 他不會眷戀 但是潛台詞是說 我自己覺得沒有問題 我們黨主席都說 我主觀沒有抄襲的意思 所以我沒有眷不眷戀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問題 創下 基本上這件事情 真正打擊台灣民眾黨的 就是蔡壁如和柯文哲 不是其他的任何人 首先一個東西 我們要非常清楚的去釐清 不管你叫做德明科大 還是台灣大學 在一個正確的標準價值觀裡面 其實他們的學輪會 都是等量器官的權威 不能因為他是台大 他是德明 你柯文哲就有不同的標準 這個對學術一個學輪會的標準的尊敬 你這個東西會讓人家覺得 你好像 把德明科大 跟那個高鴻安所講的 中華大學的夜間部 你這裡面 你有等差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一個形象 第二個情況是 整個蔡壁如 你是民眾黨推薦給選民 代表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那你要去申訴 那是你的權益 但是你民眾黨出了這樣一個事情 作為向選民推薦過的民眾黨 你自己不是整個蔡壁如要不要請辭 是你民眾黨要不要處理 所以現在應該是被撤換他的不分區 這個撤換不是蔡壁如請辭的問題 是你柯文哲作為民眾黨的黨主席 你要給你的民眾黨的支持者 一個價值標準的呈現 是柯文哲你應該出來 處理用你的黨紀 用你的規範 處理蔡壁如 可是他相信蔡壁如 沒有主觀抄襲的意圖 我就想說 他就是你柯文哲心中 就是只有台大比較強 其他人你柯文哲的標準不一 顯然他挺蔡壁如 對啊 所以這是柯文哲 沒有主觀抄襲的意圖 所以打擊民眾黨 打擊民眾黨的就是柯文哲 現在在玩文字遊戲 所以我說抄襲有分主觀還客觀 然後國民黨也不應該 這個是蔡壁如發明出來 國民黨有人竟然講出政治介入 如果你對學術尊重 如果當時講說台大你不相信 人家覺得你是政治介入 今天德民科大 你國民黨一樣的講這種話 是不對的 然後再重要的一點是 國民黨的蠢蛋 你整個蔡壁如 你不只是民眾黨的部分區代表 大家都知道你是民眾黨的核心人物 重要的人物 代表性人物 所以蔡壁如 今天你可以去申訴 我也支持你的權益 我們是民主國家 但是 柯文哲你不處理 是你柯文哲 代表著你柯文哲 願意想要侵犯學術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問題裡面 柯文哲 這是你的責任 你如果不處理的話 看不起民眾黨 我問你 如果國民黨部分區立委 比如說打個比方 比如說李德偉被判定說 這個學位是抄襲 有問題要撤銷 民眾黨的黨主席 不會踹腳嗎 當然會啊 國民黨立刻你們的那個 好機會 要拿出來 當初你在申請資格的時候 那個慧敏是問我說 那個民眾黨會不會踹國民黨 當然會啊 狠狠地踹 民眾黨要踹國民黨 沒有在留餘力的 柯P一定會 當然他是用一百分力 踹民進黨 國民黨也是用五十分力在踹 你講得沒錯 柯P一定會 都酸到極點好不好 一定會說這個 這個國民黨就是物以類聚 然後我就說假設 然後這個就是抄襲的都在藍營裡面 就是這麼愛抄 他們都沒有腦 就諸如此類的 所以你剛剛講的沒錯啊 所以剛剛創下歌說 那個國民黨有人在講 我覺得 要嘛這件事就摸摸鼻子 不要講話 選擇暫避其風 都不要說話 因為回帝不要藍營綠營 像以前我們打那個蛋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眼中只有民進黨 所以現在又要罵這個得民科大 那小心要什麼 說不定有什麼政治介入 就不管藍綠白 今年的選舉很特別 都在檢視大家的論文 以後我們去選委會登記的時候 可能要帶一本論文 先去看一下有沒有這個重複 其實不是問題在檢視論文 而是在檢視著你們這些政黨 對於學術倫理自由的一個尊重 藍綠白加上五黨籍 全部都碰到了 我說都沒錯 你剛剛講什麼政黨 所以你包括你剛剛講指責國民黨 民進黨一樣 民眾黨一樣 五黨籍一樣 全部都被這個驗證 都要去檢驗 所以要嘛 就不要對這種事情講話 常常不要說話 這不會有人覺得說 你一定要刷個存在感什麼的 所以國民黨會不會跳出來 叫蔡壁如請職不分居立委 跳出來去講什麼得民科大什麼 就像當初民進黨 會有人去質疑 台大跟中華大學如何如何 國民黨要不要跳出來 叫他請職不分居立委 不要再拖了還在有什麼身負 請不請辭是他的問題 他自己去面對 所以國民黨做必上官 我覺得就是做必上官 國民黨應該出來是要求柯文哲 撤銷他的不分居立委 這標準可以一致 我跟你講你標準一致 你就會有人兩種不一樣的說法 我跟你講要嘛就是說 他自己不辭那是民眾黨自己要負擔的 我跟你講辭不辭他都要承擔那個政治作用力 因為如果辭了那沒關係 辭了一樣照樣被罵 不辭呢到時候一樣可以酸民眾黨 不管藍跟綠一樣都會酸民眾黨 所以你們的考慮都是只有政治 沒有學術倫理的尊重 你認為這個事件對民進黨有 民眾黨有傷嗎 那當然傷啊 不管對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 任何一個政黨發生這種狀況都會有傷 傷到那個人有傷 特別是民眾黨的支持基礎都是學生 蠻多寫過論文 也不只學生 所以比較多啦 也有不少知識分子 所以這些事情對民眾黨的衝擊會不會比較大 對民眾黨的衝擊 短期的這個政治效應看得出來 一定是讓他們啞口無言 然後可能會更加分 尤其在高宏安的事件之後 再加上這個蔡碧如的這個狀況 的確傷害他是那種 幾乎已經砍到那個劍骨的那種感覺 你要短時間讓他縫合不是那麼容易 尤其是剩下40天一個一個多 我這樣形容起來感覺有點血腥 但是這個是現實的層面 他們必須考量 就算蔡碧如 否則蔡碧如為什麼要 馬上高調的喊 其實我也不練戰 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那不練戰那就立刻不要做了 他想要政治拆彈 其實他乾脆就辭了 所以他其實埋了一個隱信 他就如果怎麼樣 我又不練戰 就是有一個但書 他才要辭或怎麼樣 就是有點 他先把停損點設好 火就到我這邊 那柯P再來去力挺他 然後幫他背書 那柯P的狀況跟轉彎 也跟之前對照高宏安的事情 或怎麼樣 一路下來 其實都可以看得出軌跡 他不會這個做事高宏安 這樣狀況 也不會讓他的愛將 這個蔡碧如被這個被辭職 或者是他要他走 因為這衝擊到民眾黨選前的這個選情 畢竟他是地下黨主席跟秘書長 所以我覺得柯P暫時他不會灰淚斬馬樹 好 其實朗東在八月就發現了 你就check過他的論文了 他抄得真是疾天下之大臣 被你稱之為佛跳牆論文 對啦佛跳牆當然就只是一個 比較好玩的一個說法 因為有些人說 就是什麼東西都在裡面 所以說湊起來是變成噴 那我要去講說這個事情 首先 你用佛跳牆形容還蠻抬舉他的 其實大家就覺得比較有趣 就稍微幽默一點 那這論文當然是抄得很誇張 首先我要講喔 我去找到這件事情 在八月十三號的時候 發現呢 他同時有 他之前就有抄維基百科啦 簡素北臉書啦 好意識新聞網 中央社啦 研好研究 那我自己下去找喔 我親手下去找的 找到他去抄呢 桃園市議長邱毅勝 還抄了張景森的這個字詞 國政經紀委的專欄 金周刊 天下雜誌等等 坦白說啦 我不是什麼天選之人 那這件事情有人覺得奇怪 你怎麼找到這麼多資料的 真的不難找啊 你把蔡壁如這個論文 直接的一頁一頁用Google貼上去 你每一頁都是抄襲啊 每一頁 你每一兩頁 你馬上就找到 所以非常的有成就感 如果你對你自己的網路搜尋 沒什麼自信的話 先從蔡壁如開始建立起 你揭斃的自信 因為非常的好找 所以我才說這個真的是一個佛跳牆 到處都是這個黃金 那包含是說像簡書培這個事情 因為為什麼這件事情變得很紅呢 是因為蔡壁如在那邊拗說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結果簡書培就變巨人了嘛 那現在蔡壁如從巨人肩膀上滑下來了 他是怎麼抄 他是抄像這一段 作為媽媽每當看見虐童新聞 內心總是心通不已 作為媽媽每當看見虐童新聞 就這麼一模一樣 一個是2019年4月的論文 一個是簡書培 2018年10月9號的臉書 這一段在學術上面 你只要有論文的基本概念 你甚至不用自己寫過 你就知道說抄這個毫無意義啊 他這個不是一個學術論述 他只是一個心理狀態的描寫 根本沒有論證可言 那你這樣抄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你看到說蔡壁如跟整個 民眾黨他心裡面已經知道 這最正確的招了 賴不掉 你看他旁邊是誰 他立委怎麼爭眼說這種話 那我跟你講如果蔡壁如 真的覺得自己是被冤枉的 民眾黨非常理直氣壯的話 像高鴻安這種這麼愛蹭的人 一定跟在旁邊 像國民黨馬上加開一個記者會說 哇這個民進黨都控制這個學校還幹嘛 為什麼他旁邊什麼邱承遠啊 然後什麼其他這些立委啊 什麼賴香凌 全部都不見了 剩下一個韓家軍的前教授 在那邊陪他 大概就不敢來幫他背書嘛 然後柯文哲才好笑說什麼 他沒有抄襲的這個意圖 沒有俗關意圖 這事情就很有意思說 你當你每一段喔 每一頁都有十幾份資料 全部在那邊東抄西抄 東拼西湊的這個時候 這根本不可能不知道有抄啊 那接下來看說 在8月15號的時候 蔡布達當時怎麼講 他說我的論文非常自信 尊重專業的判斷 交給倫理委員會審理 結果倫理委員會審理出來 審理出來 他不認上 他說什麼 因為給這個新聞稿 我不能接受 給那個記者新聞稿 字數五百多字 比較多 給他的這個比較少 三百多字 所以說他什麼 他本來要吃立委的喔 他本來已經打算要辭了 這樣跟柯文哲講喔 結果現在打算 先不辭先不辭 這是什麼 一個殺人犯通緝犯 已經被通緝了 他說我本來要投案了 可是檢方的這個起訴書呢 字數太少了 所以我不認了 所以我就先躲起來 我不走案了 那柯文哲的反應是什麼 他說 GO GUTS 很符合你的個性 哇我真的是覺得看傻眼的 柯文哲有這麼講嗎 對他就這樣講啊 他是說什麼 會辭一個號稱叫辭職 結果沒有辭職 找藉口不請辭的人 竟然被柯文哲稱讚說 這個是有GUTS 這個是很符合你的個性 我覺得這些事情 實際上真的是非常的扯啦 其實就對於德民財經科大長 這個要去證明他有抄襲這件事情 太容易了 你要繞繞長 也你就抓到一大堆了 他要繞繞長整理一個表格 上萬字去證明都可以 但是我認為啦 就算把這個表格弄出來 他還是會繼續進拗 還繼續會鬼扯 所以你從這個事情看得出來是說 像當初啊 林日堅這個論文 其實一直是有爭議點 因為他是自己先有草稿嘛 那當然有一些人不相信 所以說他就錯過請辭 沒有再繼續呢 這個退選這個方式 去證明他這個清白 蔡壁如這個是完全沒辦法證明的 因為他在所有的網路文章啊 什麼這些雜誌 金周刊 簡書培的 還包含了桃園市長 邱一聖的這個論文 都比他先寫 根本不可能的蔡壁如 東昌廳 根本不可能這些人去抄蔡壁如的這個草稿 但是德民科 德民科大有講到一個重點啦 就是說你在第四章跟第五章 你在這個研究的發現以及結論 怎麼也還有蠻多抄的 這真的就覺得很不可思 所以他說在前面的部分 那些不是重點的 你抄就算 那他是在證實了 而且他居然還說 我主觀沒有抄的意圖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除非他智能上無法判斷 不然這個百分之百抄 甚至更嚴重的 這整個都別人寫的 他找代比的那個人 幫他東兵西臭 所以他不知道有抄 他這麼相信他 結果居然發生了這麼東兵西臭的事情 所以現在網友就在講了 早知道就念逢甲了 因為這是一連串政治人物的論文事件以來 第一個被說沒事 許淑淮逢甲大學 廣告之後更多討論馬上回來 我們所不明白的是 在目前這個兩大一小黨 競爭的政治環境裡面 為什麼其中的這個中黨 就是第二黨國民黨 老是要去支持民眾黨 謝國良 這一會兒呢 蔡壁如論文出事情了 不是說要相信專業嗎 不是說要相信得民科大嗎 為什麼蔡國良 謝國良還來聲援蔡壁如高鴻安嗎 有民眾提起謝國良說 你們新竹也有國民黨候選人 到底怎麼回事 國民黨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不關於有民眾人切割這個現號 我們來看VCR 歡迎我們台北市的黨家長 康文哲侯友宜雙北市長為了萬大縣開工 通常從台聯合受訪 但康文哲身兼民眾黨黨主席 自家立委新部蔡壁如論文被認定 涉及抄襲 他這樣舉意 我相信他是沒有主觀要去抄襲的意圖 他那個判決出出來 按照他的具體事項 如果是講得有道理 他已經跟我講了 他可以辭掉立委 困著選擇相信蔡壁如沒抄襲意圖 但怎麼林志堅爆出抄襲風波 第一時間就痛癖 就連指定接班人黃珊珊 也參高分配搶林志堅抄襲案 這樣又怎麼教小孩 如今立場很尷尬 我們尊重學校的體制 蔡壁如委員他有他程序上的權利 而高鴻安在蔡壁如的記者會之後 則沒出面回應 只發新聞稿 表示態度始終一致 尊重校方也尊重當事員 公安炮打鈴之間不存手軟 還要民進黨為蝦皮抄襲案道歉 怎麼現在自己跟蔡壁如捲入 論文門風暴的態度明顯差很大 有雙標疑慮等 不止民眾黨 國民黨議論市長候選 謝國良大動作跳出來護航 演出發文聲援蔡壁如高鴻安加油 結果網友留言 高鴻安是國民黨的候選人嗎 聲援內容怪怪的 畢竟新竹也有國民黨的候選人 林登仁 藍白面對論文抄襲前後不一 尊重革命科技大學他們 學術自主以及審查的結果 也尊重蔡壁如委員 她對自己的權益去爭取 每一個人言請是我不一 是不是雙標 學校的標準寬言 水準如何 社會自有公平 藍白心中大拔齒 對於論文抄襲 有沒有同一個標準 大家看本集 好 剛剛溫朗東說 這個蔡壁如的論文叫做佛跳牆 汪達瑞老師直接說這個叫神井面 神井面什麼東西都到處抄 他說林志堅論文被爆抄襲的時候 追打最大力的是民眾黨的三人組 柯文哲 蔡壁如以及高鴻安 現在兩個陷入論文抄襲風波了 他直接說了抄襲是可恥的行為 自己抄襲又嘲笑別人 是三倍可恥的行為 他說蔡壁如的無知在台灣政壇是空前絕後 他可以成為國會議員 只是因為他有柯文哲這一票 因為柯文哲支持他 所以溫朗東直接叫他是一票立委 老師 就你的觀察 這起事件對民眾黨的政治 會受到什麼傷害嗎 當然嘛 因為他們之前對林志堅的論文 可以說是鋪天蓋地的批判 那現在這個回地標當然就回來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 學術是永久的 政治是一時的 學校的聲譽是永久的 那選舉也是一時的 所以我必須要講 不要因為政治不要因為選舉 影響了一個學校的聲譽 包含我覺得像逢甲大學 對於許淑華的這個論文 沒有撤銷他的學位 只是說他是怎麼有一些 什麼物質或他有些疏漏 就放過他我覺得未來 逢甲也要為這個事情負責 所以我覺得今天得民科大 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我也覺得他是非常勇敢 不要再用什麼政治的角度去 談這個事情 德民在我們這個 我這個年代 其實他基本上是 當時算北部地區相當不錯的 一個商專 以前叫德民商專 在內湖 台北商專 再來就是明傳 再來就是德民 所以他的校友其實是非常的多 他1965年創立 現在是57年 那你說德民有沒有政治色彩 我必須要講 德民兩個字何來 德民兩個字是孫中山的普民 什麼叫普民 祖普的名字 嗯 他是1965年 誰創立的 這個年紀有一點知道 叫陳濟唐將軍 一級上將 參加過同盟會 孫中山的信徒 參加過辛亥革命 你說他顏色什麼 藍不藍 那我覺得今天德民做這個決定 不要再用政治去講 如果越講的話 就越磨越黑了 今天我覺得蔡壁如 你就是好好的面對 你要申訴是你的權利 但是因為你是民眾黨的不分區 不分區是我們這個政黨的招牌 我們一定是找我們這個政黨 最優秀的人來當不分區嘛 因為他有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影響力 如果他的學位被撤銷 他的論文是嚴重的抄襲 那當然我覺得克文哲就不應該雙標 克文哲就應該馬上的 就把蔡壁如 至少先請辭 然後來接受後面的調查 你建議他止血 對 先暫時 讓大家知道 我還在決定 而不是逃避嘛 那你克文哲你在 這個林志堅的問題上 你是這樣的一個步步進逼 爭鋒相對 真的可以說是這樣緊緊的追殺 可是你現在對蔡壁如的問題 你態度又是非常的曖昧 那難怪他會覺得說你標準不一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就事論事 如果克文哲能夠接受蔡壁如的學位被撤銷 如果這個人還可以成為不分區立委的話 那我覺得對於民眾黨在一般人 特別是年輕人的心裡面 會打一個大問號 你這是沒有是非嘛 沒有標準嘛 那這樣的話你還要怎麼樣去 強調什麼公開透明 你強調你的那個政治的價值 白色的力量 講的這麼樣的取高核寡 那實際上也不過是一秋之禍嘛 有什麼差呢 跟其他政黨有什麼差呢 所以我覺得克文哲如果還不出來止血的話 那這個問題不會停止 因為大家會追著問 那我也不曉得蔡壁如接下來 他要怎麼樣在立法院執行他的立委的職權 還是他就躲起來了 從此也不質詢了 那我不曉得他未來要怎麼樣去質詢教育部長 他有什麼樣的一個立場 你被撤銷學位了 你還有什麼還方便去針對教育部的問題 去提出質詢嗎 去針對教育部的預算提出批評嗎 當然就沒有立場了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克文哲趕快止血趕快處理 好其實這個網路上對這件事情討論蠻多的 蠻爆炸的齁 這個有人就問了 要請他之所進退 有人問他什麼時候退黨止血 有人就說笑死 早知道念逢甲 因為許淑華論文的事情 順便再打逢甲一槍 好 就是說現在就是民眾怎麼樣看 網路上蠻多針對這件事情 開始在討論發酵的 你怎麼看這件事 各位你是相信德明科大 還是相信蔡壁如 他們很喜歡講 你是相信台大還是相信林志堅 你是相信西基納體還是相信高鴻安 你要記得 剛剛你提到那個翁達瑞 陳十分教授其實兩年前的七月份 他是第一個 坦白講他是先發現一個狀 我們現在目前的塑專班的論文 都有個英文的摘要 那我自己也有 因為我們讀的碩博班來講的話 那個更嚴謹嘛 我看過很多我們碩士生 尤其暫時專班的 英文的程度 那就不用講了 很多人就很偷懶 就把英文摘要直接就是輸入Google 就是中翻英了 他也不去Modify一下 他也不去檢查一下文法有沒有問題 知意有沒有問題 都沒有 直接就這樣 好 那麼這次是一師疾命 德明科技大學的校長盧秋玲 是台大的管理學院的財經教授 借到過去的 他也是很好 德明科大他大概用了六七位 校內外還有反法學 法律的這個專家的 所以他也給蔡壁如 你也到母校去講了 提了很多問題點 而且給了四次機會 剛剛你提到的那個馮甲 小畢我身為馮甲校友 我應該是這樣講 這兩天也是雜鍋 我們想說 不可以把我們經營管理學院的EMBA 跟馮甲大學多年來的效益給 甚至有教授當初也建議說 我們也可以比照台大 直接撤銷 那現在最擔心的什麼狀況 如果許書法他說 在這個學期末 學校說你只是引述不當 那三十幾頁 他寫了227頁 關於他是屬於那個 公共行政部分的 如果你是引述 許書法論文的人 結果他又回去補了那個三十幾頁 不管是全部改過來怎麼樣 我們一般會撤退 比如范老師的 你覺得許書法論文 會有人引述嗎 他寫兩百六七頁 我再說白 他沒那麼多美国時間 我要說抱歉 政治人物你莫著良心 你論文自己寫的嗎 對不對 我們不要抱歉 我不是特別指許書法 許書法說不要再說論文 我是你的學長 我可以講一下 很多人的論文 不是自己寫的 重點來了 如果有人撤退你的論文 既然這個公共行政 公共事務部分 因為你修正了嘛 那事情大條了 我的引述的人 你的引述的引述的引述 還在重新在 你現在說先不要引述他的論文 就對了啦 你的欣欣學子熬夜寫論文 還要重改 他那個應該是十幾年前的論文 這當中理論上是有人引述的 好 那麼你剛才講 回到蔡佩儒身上 請教一下 蔡佩儒你那時候 林志堅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是怎麼講的 白色力量的所有的網軍 一路在攻擊林志堅 講到後面這樣 人家去把台大公開 補也沒辦法 速審速決就處理掉 他說他們校方學論會 未說明如何具體違反學術論題 民眾黨只要對你有利的 叫公平正義 只要對他們不利的 叫國家機器 剛剛文龍東 這個講到的這個部分裡面 他的論文還不是大家發現 很多人都發現 不是摘蔡米的 是拼拼貼貼的 所以合理懷疑還真的 因為蔡佩儒什麼學校便 你知道嗎 他是美和護專的護理助產科 所以你知道 他是從用大專名義 直接修master 直接修碩士 撤銷壽士學位 他是連學士學位也沒有 像很多人注意 你現在如果直接把 像林志堅還有中華大學的 學士學位 你如果直接從莊科跳碩士的 你碩士拿掉是 你連學士學位都沒有 就還是大專嘛 大專是莊科而已 而且他學的是護理助產 他怎麼會跟這個 就是因為民進黨 民眾黨執政 就是賀文哲一票 就是一票立委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重點 這次大家 這麼的慎重來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說 我的母校風甲大學 真的也是有一點點無辜 台大的事情 大家罵的是管中民 跟那個蘇院長 對不對 那個蘇什麼打 蘇鴻打 蘇院長 台大師生沒有被罵 為什麼我們的逢甲師生 被唸了呢 什麼逢甲夜市大學 摸開而已 不敢罵 拜託一下 我們的師生 我們的學校現在很認真 這是高層的問題 好 OK來看一下 國民黨現在是亂了套 發生蔡壁如的論文事件之後 謝國良聲援了蔡壁如跟高鴻安 這個臉書這樣寫的 綠底 藍底白字黃字 聲援這兩位這個別黨同事 到底怎麼一回事 他是罵民進黨攻擊異黨人士 發文支持他們兩個 那麼 當然網友就說 你不要忘了你們還有林根仁 你們林根仁就是被你們國民黨給玩死的 這個藍軍到底有沒有倒戈挺高鴻安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倒戈挺高鴻安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麼其中我覺得更奇妙的這個禁品 我要請你分析一下 就是說台中市長盧秀燕 台中市長盧秀燕 他民調現在基本上是遙遙領先 他現在只要穩健就好了 他為什麼在穩健的情況之下 他要和高鴻安同台 我看了一篇報導還說他們兩個 西亞齊亞是手牽手嗎 就是敗票的時候 在市場不是雅齊亞 市場 那個是在建國市場裡面 手牽手 那是他們下車之後 他們有十字緊扣被拍到那個照片 借國良他也是很資深的國民黨員 他們全家庭也是國民黨知道 盧秀燕也是 但是一個是聲援蔡布爾 一個聲援蔡高鴻安 盧秀燕超級有政治性質的人 他居然跟高鴻安實行後去蔡市場 為什麼 我不懂 先講兩個人的交集 謝國良跟盧秀燕 我先講說從政治的這個操作去判斷 謝國良跟盧秀燕 他們都是在跟民進黨的對手 一個是蔡世英 一個是蔡其昌 那兩個都是對以上民進黨的對手 主要的對手 那兩個人在基隆跟這個台中 都要吸納反律的票 所以加上朱立倫之前 在新竹林根人的場子 去聲援說 怎麼網路怎麼樣啊 民進黨還有什麼 霸凌那個高鴻安的事情 都是針對一個現象 就是反律 反民進黨 反執政黨 只要民進黨做了什麼 跟民進黨有關的 我先打一下 我先反就對了 我先反就對了 我先反就有票了 我怎麼可能 我不論是非 先罵就對了 我怎麼可能不踹一下民進黨 我怎麼可能不腳仰手仰 先打民進黨 先從後面推一下民進黨 揍他一拳再說 這是一種反律的膝蓋式反應的直覺 所以 當然後面就會很多 你怎麼會幫民眾黨講話 你有沒有搞錯啊 怎麼樣 先打民進黨再說 後面的是狀況再去分 那好 這第一個 我說他們的共同的交集 政治的操作 第二個 那都要反律的選票的情況下 以這個盧秀燕 你剛說盧秀燕領先 搖搖領先那麼多 搖搖領先的基礎在於 這裡面有沒有民眾黨 在台中市的支持民眾黨的人 一定有嘛 我跟你講 盧秀燕這個人就是打安全牌的 當然但是 他一個打安全牌的人 誰會嫌票少啊 他只要把藍的顧好 你怎麼 你怎麼不說 怎麼不說 人家說盧秀燕像侯友一樣 我問你啊 你們國民黨現在有沒有說 幫非黨籍的人站台要開除的 你們徐耀昌都快要被開除了 那徐耀昌當然 中東景都還沒有 都還沒處理 徐耀昌是直接跑去 中東景的台上 然後直接站在他正式的舞台上 然後幫中東景 拉著他的手跟他說 中東景動算 這個叫半行重大就對了 你也可以說半行重大 你也可以說直接現刑犯 現刑犯明確是政治的場合 這也現刑犯 你說那個現刑犯 他可以說那是考察 那可以說是灰色地帶公務場合 怎麼樣你咬我啊 就是公務考察 在建國市場 他是立委 他是市長 所以朱立倫是默許 還是朱立倫抓他不換 還是朱立倫就是覺得要支持高峰漢 也沒有說默許 你要支持高峰漢 明講 你不要讓林根很佑 在那邊出錢出力 又摔不到 你國民黨中包 你直接把林根說 人家說你要中包 我就跟你講 也不是默許或抓他不換 這就是你諸侯就是這樣做 朱立倫能怎麼樣 黨中央也沒辦法 而且他也沒有說真的站在台上 他也不是跑去舞台 不是朱立倫沒辦法 是黨中央 其實他是一個弱幹強姿 就是各個地方諸侯都很強 他也不甩你中央 這第一個政治現實 第二個 因為他沒有在這個 比如說他跑去新竹 站高峰漢的台 我跟你講那魯秀也完蛋了 他聰明就聰明在於 十月八號去這個林根人的場合 拉著林根人的手 林根人動輸好不好 我們治林根人 所以林根人就會在那個鏡頭前 苦情的時候 我是國民黨唯一提名的候選人 這樣子就是很苦情的阿信那種感覺 你說盧秀燕 十月八號拉著林根人的手 然後十月九號就見高峰漢 就跟他十字緊扣 你以為這是剛剛好 都都好 高峰漢怎麼隔天就來 一定早就約好喬好了 他也知道這個政治效應 所以出了台中市 他不幫任何人站台 出了國民黨的候選人 那但是在台中市高峰漢來 他可以說他是立委 我可以說我是市長 我接待他 不管任何人來都可以 那你真的說好 叫民進黨的蔡培惠或蔡其章去 盧秀燕會不會招待 我覺得不要想了 他還是在做夢 我就不客氣的講直白的 這就是政治操作 所以不要從台中市的 對不要從台中市的行程 去看新竹市的這個選情 那盧秀燕選票再多 他也需要靠民眾黨的支持 也就是反律的票 誰會嫌自己的票少 萬一這個洪友宜跟盧秀燕 大家都說這兩個 你看民調都領下 不要去逛 今年選情很冷不靠頭 我跟你講 洪友宜跟盧秀燕就剉了一蛋 我這樣兩個人都會覺得 問到是問死 選舉最怕人家這樣想 所以盧秀燕 他在台中市 掩然成為民眾黨的母雞 因為你去看那個 民眾黨的母雞 對啊 你看到宏安去的時候 旁邊是不是一堆民眾黨議員候選人 民眾黨在台中市 有提名十一個議員候選人 這樣他不用黨紀成儲 去當民眾黨的母雞 那是我形容的 那問題是 這是事實 民眾黨的議員候選人 都去跑去他的這個場子 都是盧秀燕的場子 你去看台中市哪個民眾黨議員候選人 不去撐盧秀燕的場子 那民眾黨在台中市有提的 沒有 我拜託你回到國民黨的身份 你不要再用媒體人的身份 講這整件事情了 你站在國民黨人的 市議員的參選 你能接受這種狀況嗎 你說市議員參選人接受 那也沒辦法 我們在各縣市都會碰到這種情況 國民黨的議員候選人 也會出現在盧秀燕跟盧秀燕 我幫近平翻譯一下 他主要是講說 現在的朱立倫和整個國民黨 還有國民黨這些選舉的人 團結無人 然後要反律無力 欠缺 是非常團結 不能說團結無能 欠缺行為能力 所以 有行為能力創下一個 作為在野黨 本來就該反律 但他們連反律都不知道 無人為力 不會反 然後跟著民眾黨一起反 不會反律無能為力 反律要知道 所以高宏安是不是本一女的棋隊 不是重點 但是高宏安現在是反律的掌棋官 所以他們因為要抓這個反律 所以連盧秀燕都要過去 拉著高宏安的手 因為他們是無人反律 也無人團結 我跟你講不會 鑽大哥 我們要讓蔡中仁講一下行政 你們蔡中仁看到這個盧媽媽 握著高宏安的手 心裡做何感想 我跟你說 你國民黨的市議員不會挑戰嗎 沒有 國民黨的市議員 說起來還老人知道 因為你也知道 中南部有些是靠派系 或靠這個地方深耕 其實全台灣選擇都很冷 台中也蠻冷的 那要打議題不好打 他這兩三個禮拜 蔡其商有打上來的 最近打了議題 除了在講這個高 高宏安反而沒有講出什麼事情 因為高宏安那個來 對台東是不算解決 就這張啦 這個效果最好 就是跟林芝廟的對比 林芝廟已經被起訴了 竟然排名還贏過這個盧秀燕 那麼還有之前的四年前的那一張 這張也是很經典 中國寫的他說 市長空氣 空氣要換新 市長換人 結果他說 這個空氣換新 可能還要還有一陣子 還有什麼 怎麼好啦 把林家龍換掉就好啦 對啊 換掉空氣也沒有變好 就講鬼話 所以大家在找說 那骨光空氣去做什麼 所以盧秀燕他打那個安全牌 只要打安全牌 基本上因為現在民調來講 對於盧秀燕來講是比較安全 但是問題點是票不嫌多 你只算財政 你也不能說你運的 你也不會總統 你一定贏就對了 所以他搞這一招是聰明的 在台中 前一天拉一個人的時候 後一天去拉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那個民眾黨在台中領域上 票不嫌多 是不見得只是因為 他要連任台中市長 那還不是就 侯友宜都有那種企圖心的時候 友宜可以秀燕為什麼不行 探子加這個燕子 不是不可能 一個外省的本線 葛哲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強棒 這有人這樣笑 所以他這個票如果拉得高 那有可能兩個六堆都去選總統 副總統 所以不可能 你都想像太多了 都沒過完 這個話先不要講那麼白 因為盧秀燕在台中現在慢慢 因為他擁有台中市的資源之外 現在紅黑派 我在台中觀察紅黑派 國民黨的提名什麼東西不可能 你要看連韓國瑜都有可能對不對 他是怎麼樣下這個功夫整合的 這是一個魅力喔 我看完之後再讓你講好不好 我們馬上回來